大家好,欢迎来到His Aleph 北州靖帝大象三年,公元581年,农历二十四日 年近七岁的北州靖帝下诏,让位给了相国阳间 于是阳间代州称帝,就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 隋文帝阳间从执掌北州朝政到登基称帝只用了不到十个月的时间 因此后世评论说,德国之义无有如阳间者 隋文帝之所以能够在如此段的时间内完成了改朝换代这般宏大工程 除了他自身的才智和能力以外 关鲁集团的认可和支持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鲁集团这个概念是由著名历史学家陈云雀先生首先提出的 指的是从西魏北州一直延续到隋唐的 以北州时期殿基人宇文泰和他的亲信将领为核心 以北魏武川镇的出身为主体 以血缘殷亲和门声固立为纽带而联系在一起的一批门阀世家 北州和隋唐三朝的皇室都出自这个集团 宇文泰执掌西魏政权的时候 曾经设立了祝国大将军和开府大将军 隋文帝的父亲杨忠就是其中的一位开府大将军 而隋文帝的岳父独孤信更是名列八驻国之一 这我们跑题说两句隋文帝的父辈 在中国历史上三朝元老已经十分难得了 而独孤信则做到了三朝国障 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数长子 就是北州第二代皇帝北州明帝 一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 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唐国公李炳 后来生了个儿子就是唐高祖李渊 至于隋文帝的父亲杨忠 正是为了避杨忠的会 所以隋朝将内阁门下上长官的官名 从市中改成了纳言 这个名字后来传到了日本 就是日本律令治下大纳言 中纳言 少纳言的由来 正是因为隋文帝出生于关隆集团的核心世家 因此隋朝取代北州 被很多关隆集团的成员 视作是集团内部的一次权力转业 因此才能波澜不惊的迅速完成这次改朝混蛋 为了彻底断绝北州复辟的可能 隋文帝痛下狠手 杀光了宇文泰所有的直系后代 另外选择了宇文泰的堂职 作为宇文家的继承人 然而被隋文帝杀死的宇文泰第七子 赵王宇文昭的女儿千金公主 此时早已远嫁突厥的杀伯略可汗 因此躲过了隋文帝的屠刀 为了给父亲和家族报仇 千金公主力劝突厥对隋朝开战 于是在隋文帝称帝十个月之后 沙伯略召集了突厥各部南下攻随 沙伯略自己更是近期本部十万起兵 清朝而出突破长城接连击败隋军 在劫略了陵西陕北六郡之后才主动撤兵北返 突厥的南清给新生的隋朝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隋文帝争调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去修缮长城 并且在沿途增加了港亭碉楼 原本隋文帝准备用来攻打南方陈朝的军队 也被调往北方防备突厥 不过对隋文帝来说十分幸运的是 如今的突厥韩国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 北起贝加尔湖南底长城东起大兴安岭 西达里海黑海的那个浮渊万里的强大帝国 突厥皇室阿什纳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 早在几年前沙伯略就被迫承认了两个唐兄弟和一位唐叔 与自己共同治理突厥的权力 就是突厥的第二可汗阿波可汗和达头可汗 在这四位大可汗之下还有无数的小可汗们 包括这一次突厥在战向了隋军之后主动撤军 也是因为杀不略的侄子阿什纳染干 也就是后来的起兵可汗和达头可汗不合 引起突厥军心涣散 这才不得不停止了进一步难侵 对于隋文帝来夫更加幸运的是在他的朝中 还有一位文武双全的突厥通 凤车都尉长孙盛 长孙盛也出身关隆集团 他的曾祖父在北魏关居府军大将军 他的父亲也曾经在北州担任票计大将军 长孙盛另一个著名的身份是 他是唐太宗皇后长孙氏和唐初权相长孙无忌的父亲 当初北州的千金公主远驾突厥的时候 长孙盛是和亲父使 因为长孙盛骑受水平高超 所以深受沙波略的喜爱 一箭双雕的故事说的就是长孙盛 长孙盛在突厥逗留一年多的时间 在此期间他借着与突厥贵族们一同游猎的机会 暗中观察突厥各地的山川形势和各部组的实力强弱 而且还有意结交突厥贵族了解他们的脾气 秉性熟悉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 正是基于对突厥内部情况的了解 长孙盛向隋文帝提出了对突厥各部 软交进攻离强和弱的建议 在长孙盛的一系列纵横百合之线 突厥汉国和阿什纳家族分崩利息 沙波略灭对众叛亲离的局面 只得向随朝求和 等到沙波略死后 他的弟弟叶护可汗和达头可汗对立 突厥分类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 再不复西日盛阔 后来东突厥的启民可汗 更是尊隋文帝为圣人可汗 根心做随朝的服用 解决了突厥的威胁之后 隋文帝一直心心念念的中原统一 再一次被提到日程上来 隋文帝首先废除了由南梁宗室建立的 一直依附于西魏北周和随朝的西梁政权 大概是因为彼此之间君臣名分其实早已确定 所以和北周语文家相比 西梁的萧家结局很是不错 末代西梁皇帝萧从被封为举国公 颇受隋文帝的优待 萧从的妹妹还嫁给了隋文帝的次子 晋王杨广 一年之后 隋文帝任命次子杨广为主帅 三子秦王杨俊和车记大将军杨素为副帅 丞相高炯为参军 起兵五十万 兵分八路 进攻南方的陈朝 而此时此刻 陈朝的末代皇帝陈后主 陈书宝后 却还在忙着亲自给陈朝第一名将 萧摩科戴绿帽子 得知了内情的萧摩科面对隋军 按兵不动 因此隋军都以长驱直入 直抵陈朝首都建康城下 而陈军竟然主动退回建康城内 轻易的就放弃了城外紫金山等险要 最终建康城破 隋朝大将韩金虎在陈朝皇宫的一口枯井里 找到了陈书宝和他的两个宠妃 至此隋朝结束了自汉末以来 延续了四个世纪的魏晋南北朝乱世 中原之地复归一统 在灭陈战争中 领先统帅的晋王杨广被夹缝为太位 开始崭露头角 陈朝灭亡之后 因为南北两敌对峙已久 南方各地仍然有很多不满北方的势力 所以大小叛乱时又发生 因此隋文帝派杨广出镇扬州稳定南方 杨广到了杨州之后 李贤下是安抚百姓 而且在私德上也是简朴谦虚 表现得很是谨慎有度 再加上杨广的妻子萧氏 出身南方名门兰陵萧氏 在江南原本就声望极高 南朝宋其良臣四朝中 两朝皇室都出自兰陵萧氏 因此在杨广的治理下 江南乱局逐渐平息 杨广也因此得到了隋文帝的认可 和朝野的赞誉 然而杨广的证据野心 绝不仅仅限于做一代贤王 恰在此时 他留在长安的耳目 传来了一个重要消息 独孤皇后对太子杨勇很不满意 隋文帝的这位结派 妻子在隋朝朝廷当中 地位极高 和隋文帝并称为二圣 绝非一般皇后可理 据说独孤皇后 当初和隋文帝结婚的时候 曾经让隋文帝立下重视 绝不和别的女人生孩子 后来隋文帝的五儿五女 果真都是和独孤皇后的孩子 独孤皇后坚信 同父同母的同胞兄弟 因为有着更近的血缘关系 所以会比同父异母的兄弟 关系更亲 这样家族就不会因为兄弟 强而内乱甚至衰败 不过后来独孤皇后自己家 和他外甥家的历史告诉我们 这只不过是独孤皇后自己 一厢情愿的狭想儿 但是独孤皇后自己有生之年 并没有意识到这套逻辑的局限性 所以他只要听说宗室诸王 或者朝廷仲臣 邪家有小老婆怀孕 都会亲自去劝告甚至斥责 然而偏偏独孤皇后的长子 太子杨勇 就是一个冷落原配宠爱小妾的典型 杨勇的妻子原氏是北魏皇族后裔 隋文帝当初截下这门亲世 就是看中了原氏的出身 可惜杨勇和妻子关系并不好 他十分宠爱小妾云氏 一连和云氏伤了三个儿子 这就让独孤皇后很不满意 大约是因为过得太过抑郁的原因 原氏在婚后没多久就病死了 而杨勇对于妻子的死 不仅没有丝毫的悲痛 而且立即下令 让云氏来主管太子内功事务 于是这就有流言传到独孤皇后耳朵里 说是杨勇和宠妾和谋 害死了郑氏夫人 再看次次杨广 不仅和郑妻 萧氏感情甚毒 欲有二子一女 而且还不纳妻妾 十分符合独孤皇后的道德标准 每次杨广回京拜见母后的时候 独孤皇后总是忍不住伤感 原是早是云是得宠 这时候杨广就会陪着母亲一起长虚短叹 替那位总共也没见过几面的大嫂 痛心疾手 这一番细致入微的表演 更加坚定了独孤皇后 废除杨勇 改立杨广为太子的相方 隋文帝听了妻子的意见之后 想了想 还是再给大儿子一次机会 他派越国公杨肃去太子府和太子谈谈 再深入了解一下情况 可隋文帝不知道的是 越国公杨肃表面中立 看似公元 其实早就是晋王一道 所以杨肃在奉旨前往太子府的时候 故意迟到 表现出对太子的轻视 激怒杨勇 然后杨肃在把杨勇愤怒之下的抱怨和不满 添油加醋的向隋文帝回奏一番 最终隋文帝下诏 废杨勇为庶人 改立杨广为太子 杨广成为太子两年之后 独孤皇后病逝 独孤皇后生前万没想到的是 他刚刚去世 他最喜爱的二儿子 就开始对同父同母的嫡亲弟弟下手了 在杨广霍丰太子的同一年 他的三弟秦王杨骏去世 据说是因为宠爱小老婆被大老婆毒死了 等到独孤皇后过世之后 杨广和杨肃一起诬陷隋文帝的四儿子 鼠王杨秀 用乌骨 祖咎隋文帝和隋文帝的幼子 汉王杨亮 杨秀因此被废为庶人囚禁在内侍上 独孤皇后的去世 不仅改变了儿子们之间的兄弟关系 也改变了隋文帝的生活方式 没有了独孤皇后的约束 隋文帝开始扩大他的后宫 其中最得宠的是 陈后主同父异母的妹妹 宣华夫人 隋文帝仁修四年 公元604年 隋文帝病重 宣华夫人一直陪伴在隋文帝的身边 有一天清晨 宣华夫人回自己的寝宫换衣服 结果遭到了阳广的非礼 幸好这时候有人奉旨来传召宣华夫人 宣华夫人才得以脱身 这件事被隋文帝知道之后 气得他大喊 独孤悟 恰好此时隋文帝的女婿兵部尚书柳树 前来探病 隋文帝就让柳树去叫他儿子来 柳树没有多谢 就让侍卫去传太子杨广 隋文帝在病榻上听见 连忙拍着床牙大喊 杨勇 柳树这才明白隋文帝的意思 赶紧去起扫改立太子的诏书 然而消息泄露 被杨素知道 杨素连忙通知杨广 杨广立即带兵入宫 逮捕了柳树 然后用自己的东宫侍卫 替换了隋文帝身边的侍卫 不久之后 消息传出 隋文帝驾崩 杨广就这样在 弑父夺位的争议声中继位 就是中国历上著名的 暴君典型隋杨帝 隋杨帝继位之后 先是杀死了大哥杨勇和杨勇 所有的儿子 然后派人假传隋文帝一命 找五帝汉王杨亮入朝 据说当年杨亮离京就藩的时候 曾经和隋文帝秘密约定 隋文帝下诏给杨亮的时候 要在量子上少写一个点 因此隋杨帝的假诏书立刻被识破 杨亮起兵攻打隋杨帝 但是却被杨肃击败 最终兵败被俘 被幽禁致死 在平定了内部之后 心中一直有一番雄徒霸业的隋杨帝 立即在国内争调民力 开造大运河 同时还立刻展开了对外战争 希望借此树立天朝上国的权威 隋杨帝登基后第五年 初冬大军亲征河西强国土玉魂 土玉魂全境被隋朝纳入版图 土玉魂的布萨波克 河汗慕容浮允只带着几十名侍卫 向南逃去了青藏高原 吞并土玉魂之后 隋朝拓地五千里 升危大阵 俨然已经取代突厥 成为西域各国的共处 灭亡土玉魂的第二年 西起洛阳北达幽州南邸渔航 绵延2700多公里的大运河 开造完成 和当年隋文帝开造 从淮安到扬州的运河 用来运兵运粮攻打陈朝一样 隋阳帝开造大运河 也是出于军事需要 而他的目标就是 东方的另一个强国 高沟利 当年隋文帝的时候 高沟利突然入侵 夺去了隋朝的盈州 隋文帝派汉王杨廉和丞相高炯 出征高沟利 却遭到惨败 虽然高沟利考虑到自己的国力 不足以和隋朝长久对抗 所以主动称臣求和 但是终究隋朝既不能在战场上取胜 更没有收复失地 因此隋阳帝登基之后 就一直打算要征服高沟利 一雪前耻 而修建大运河 也是为此而做的准备 隋阳帝大业八年 公元612年 隋阳帝从全国各地 征集了一支113万人的大军 对外号称200万 海陆并进 直取高沟利 隋阳帝本人也亲自赶到辽东 就近指挥战士 隋军以30万陆军和20万水军 包围了高沟利的首都平壤 昼夜攻打 但不能取胜 双方僵持了几个月 结果隋军中了高沟利的炸降之际 又遭遇水攻 30万陆军几乎全军覆没 只有数千人逃为后方 隋阳帝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惨犯 然而就在他还想整军再战的时候 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从后方传来 负责留守后方总督粮草的礼部上书 杨选杆 发动叛乱 占据黎阳兵位洛阳后方局势岌岌可危 隋阳帝迫不得已 这才不得不退军回国平定叛乱 这位杨选杆是越国公杨素的儿子 杨素当初为了隋阳帝登基 可以说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也因此遭到了隋阳帝的猜忌 后来杨素生重病 隋阳帝每天召见杨素的医生 问杨素这回能不能病死 杨素听说这件事之后 开始拒绝吃药 最终病逝 因此杨选杆对隋阳帝自然是满怀怨恨 后来在隋阳帝远征高高利期间 杨选杆听人说隋阳帝有意要处死杨素全族 因此心中不安 最终决定起兵叛乱 秦国杨选杆起兵 他的发小李密也募集了一支军队 从长安赶到黎阳来投奔 这位李密也出身关隆集团世家 他的曾祖父是西卫的太师 身居八祝国之一 和苏阳帝的老爷独孤信是平级的同僚 李密的父亲也是隋朝的上驻国 后来父亲去世 李密就继承了父亲蒲山郡公的爵位 关于李密和杨选杆的结识 还有一段传奇故事 就是李密的牛角挂书 说李密有一次奇牛外出 把汉书挂在牛角上边走边读 恰好遇见了当朝宰相越国公杨素 杨素见李密牛角挂书 很是奇怪 因此主动和他攀谈了一番 而后杨素感叹李密勤奋好学 因此嘱咐儿子杨选杆 要多跟李密交往 不过这段故事其实有些片面 毕竟当朝宰相肯将尊于贵 去跟一个小子一辈的年轻人攀谈 去发现他的优点 这绝不可能是因为好奇他的牛角 也不可能是感叹他的挂书 这其实是给他那位已故的大将军父亲一个面子 不管怎么说 这孩子如今大小也是为公爵嘛 李密到了黎阳之后不复所望 给杨选杆提出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立刻发兵占领幽州阻断隋阳帝的回国之路 中策是进兵长安 长安是关隆集团的大本营 自从宇文泰开始 历朝历代都一直奉行关中本位的政策 全国的人才和资源都集中在长安 因此夺取长安有利于获得关隆集团的支持和认可 后来唐高祖李渊正是以此奠定了李唐三百年的记忆 而下策就是就近夺取洛阳 最后杨选感觉的上策太急 中策太慢 选择了下策 大军困于洛阳奸城这下进退了 随着隋朝远征高高利的大军回元 杨选感兵败自杀 而李密呢侥幸逃脱 去投奔了附近的一军农民军瓦岗寨 其实早在杨选感之乱以前 中原大地早已是民变迭起 除了著名的瓦岗寨之外 还有山东张秋的王博 河北张南的窦建德等等等等 用小说隋唐演义里的说法就是 十八路返亡六十四路延尘 后来李密在瓦岗寨壮大之后自称卫攻 对外公布了隋阳帝的十款大罪 麾下的大军更是几次逼近洛阳 隋阳帝趁机借口闭乱 造龙州下江南 去了他当年做藩王时候的封地扬州 不过和官逼民反的农民军相比 出身关隆集团核心世家的 杨选感和李密的叛乱 揭示了统治集团内部队隋阳帝的深刻不满 这对隋朝统治的打击其实更大 隋阳帝的妻子萧氏出身于江南氏族 隋阳帝登基之后 也是大力提拔江南氏族出身的官员 输远关隆集团 比如他最宠心的亲信专管机密的内使侍郎于世姬 是南臣太子忠树子的儿子 负责监察百官被视作傅丞相的御事大夫培运 他的父亲也曾经在南臣担任上书 而且隋阳帝登基之后 长期远离关隆集团的大本营长安 一直住在东都洛阳 后来更是南下扬州一去不回 隋阳从家强皇帝权威遏知世家豪族的角度 隋阳帝的做法非常可以理解 但是问题在于隋朝的建立从本质上来说 不是杨氏一家欲血搏杀生威所致 而是基于关隆集团共同的认可和支持 隋朝的皇帝其实更像是关隆集团的一个代言人 天下是关隆集团的天下 不是杨氏一门的天下 杨家如果做的不好 那就从关隆集团里再找一家来做 其实客观的说 只是从个人才干的角度 隋阳帝确实是文治武功 才华横溢 只是他自以为身居皇位 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权倾天下 肆意打压关隆集团 妄图凭借自己的个人才智 就将关隆集团的天下 变成杨家的天下 甚至是杨广义人的天下 那最终只有众叛亲离 身死国灭 隋阳帝在扬州荒淫无度两年之后 又屯为大将军宇文化级发动兵变 勒死了隋阳帝 宇文化级的父亲宇文树是隋阳帝当年的宠臣 官居左一位大将军 他的祖父是北州的票级大将军 又一个关隆贵族 撼动了隋阳帝江山的是关隆集团出身的杨玄杆和李密 最终结束了隋阳帝性命的是关隆集团出身的宇文化级 可以说隋朝是因为关隆集团的支持才得以建立的 也是因为关隆集团的不满而最终被抛弃走向覆灭的 至于最终接手隋朝江山的还是一位关隆贵族 隋阳帝的表哥 不辜皇后的亲外上唐国公李渊 就是后来的唐高祖